禮儀公司的門口 放著一對白色淋濕 各自寫上 小師戶主四個大字 原本以為是舉辦喪事 仔細看最底下 署名情人節快樂 不過旁邊又顯上功德圓滿 讓民眾看傻眼 我覺得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 就是應該沒有搞清楚場合吧 因為他們從事那個工作 那可能就知道 知道那個可能是開玩笑的 淋濕多半把在法會門口 希望往生者在指引下 能一路好走 這對在情人節送出的淋濕 到底是什麼用途 實際詢問收到禮物的女子 是老公突發吉祥 用另類方式搞怪放閃 我也不知道 她說她半夜的時候想到的 可能她前幾年是做花圈 她可能懂得這個技巧 就是要讓她的事再加分 讓她們感情更加分 讓她的那個運途更加分 夫妻倆都從事 殯葬夜用淋濕放閃 慶祝情人節 確實吸金也引起話題 不過送淋濕當禮物 大多都是希望收到的人出眉頭 去年九月 新竹主動分局長江建中 調到宜蘭 三星分局 就黑衣人特地舉辦鎮頭 在警局門口五白吃挑釁 讓警政署長陳嘉欽震怒 最後涉案人被依照 侮辱公訴罪送辦 半桑失用的白色淋濕 千萬不能亂送 三天新聞周衛 打理陳彥 高川報導 告過